烟山山脉从云中来 突出千年古都辉煌的文明气象 北京城因为一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中轴线 成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中轴线上以国家礼仪文化为主线 串起的15处遗产构成要素 演绎出一部民族传统和城市文明的传奇 出端门往南便是皇城的正门天安门了 天安门之美美在城楼的宽阔厚实和挺拔 还有蓝天黄瓦红墙汉白玉多彩对比的绚烂 天安门之美更美在它拥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分量 它见证了两千余年王朝统治的终结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走出天安门算是出了皇城 迎面踏上的是外金水桥 横贯东西的金水河流经七座桥体 站在天安门城楼俯瞰中轴县上的金水桥 就像是一条玉带 把故宫和天安门广场连在了一起 中轴县积淀的历史和文明 在汉白玉桥面上闪闪发光 营造出有形和无形的审美意境 壮阔的天安门广场 是新中国举行大规模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 它延续了中轴县历史上 所承载的国家礼仪传统 在从北向南的广场中轴县上 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 两座纪念性建筑已经成为中国人情感寄托的标志性场所 广场东西两侧 是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 东面的国家博物馆 呈现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明历史 西面的人民大会堂 装满了整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